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这集合了吧 直接上 我还跟人打招呼 我以为是狼叔 我哈喽 今天真冷 干巴冷 我一声呼吸一下 我的鼻腔鼻孔就被黏住了 为啥 冻住了 冻住了 今天干巴冷 我动耳朵了 等一下口波是哪个机位 哪位老师 好 姚碧会有吗 会有 我又开始紧张了 你看着这大屏幕 我的天哪 就在这儿 这么隆重呢 我的眼睛就是耳朵 我的眼睛就是耳朵 爱你的心永不止 可以 可以 这压得真很好 王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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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在这儿看着你 我第一次在这儿看着你 太帅了 可以吧 我妈特别喜欢你 评委在这儿呢 评委在那 评委在那 评委在这儿呢 嗨 嗨 评委 我一会儿换换身体的时候 我再说 评个孔 哈喽 你会说中文吗 说的好吗 会说 蒙姐以上一个定100个 哪个国家的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好 加拿大是我的一个福地 你知道吧 尤其是温哥华 我是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也是 蒙特利尔很冷 魁北克省 还可以 差不多 魁北克省吧 是不是 对 我都去过 我去过那里 我的幸福城 温哥华 对 温哥华 很好 什么 好吧 就到这儿了 我去准备了 你是在拉票吗 什么 您是在拉票吗 公平 不用了 跟着自己新走就行了 5 4 3 2 1 音乐 大家好 这里是运动者联盟 欢迎大家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今天真的非常冷 室外的温度有零下20多度 但是我们对滑雪对运动的热情依旧 那么经过了几天的准备和训练呢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滑雪表演大赛 那么今天呢我们九支队伍将通过他们独特的具有自己风格的表演来获取我们评委老师的青睐 首先呢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今天的评审团 欢迎大家 那我们十位评委老师呢分别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纪 但是他们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就是我们的滑雪爱好者 我们的评委呢会根据我们每一位选手的创意技巧以及表现力来进行打分 每一个表演呢每人都有十分的权利 每个表演的总分是一百分 那么最终呢我们根据总分进行最终的排名 问一下我们的评委老师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我们的九支表演队伍来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成绩和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我正式宣布运动者联盟滑雪表演大赛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第一组表演队 他们呢是来自北大湖教练团的代表队 他们今天的表演叫做雪地骑士 请看大屏幕 雪地骑士 可以啊 这画面太新了 这没经过后期现场的直播的画面不错啊 好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运动者联盟的比赛现场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蔡凯臣 我们还有解说呢 谁呀 那本次滑雪表演大赛呢一共有九支参赛队伍 你还被搞呢 你是解说呀 没想到吧 条件稍微解漏了一些 我也可以解说呀 洪姐来 我的解说 那我太了解了洪姐 哎呀 行你说吧 你说吧 今天我是参赛者 我好好说 好好说 好好说 给人整出压力了 完了 你这话说的 来点金句 行 不管每一个人 我的眼睛不是齿 王宝的眼睛是齿 好 能行吗 可以 可以 你却想要得到一句肯定 给我们加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支队伍 这一支队伍呢 是已经准备就绪了 他们是来自北大湖教练团 而他们的表演节目呢 叫做雪地骑士 看下边比赛的那个感觉 有 有啊 可以啊 我们欣赏到了今天的雪道 今天的阳光雪道总长是接近1100米 其中包括雪地公园 以及有跳台的赛段 我们一会儿呢 也可以期待一下别的选手 运用不同的赛段 展现他们的风采 好的 即将出发 远远的那一波鲜红呢 现在已经出发了 好的 开始走刃啊 哇 这我也会儿 他们的一大特色就是现在队形的切换 我的妈呀 哦 哦 注意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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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 哦 创一加一 嗯 刚才队形的尾巴那儿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不过起事呢还算迅速问题不大 他们继续战士的队形变化 哇 通过这个严峻的S1这是他们的第二套队形 天哪 刚才说了一抹鲜艳的红色啊 而且 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呢 就是从年头 红到年尾 哎 哎呦 有一个帅气的尾巴 那么这样的话 第一组表演雪地骑士呢就到此结束了 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 好的 现在我们第一组雪地骑士的表演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教练团来到我的身边 欢迎大家 赛后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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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 大家这个今天怎么样满意自己今天的表现吗 我觉得 百分之九十吧差不多 我刚知道你们的感觉 我听见他们的感觉 是一个什么来由 那非常不错了 那我刚说到你们呢 这个表演的名字是叫雪地骑士 是一个什么来由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花艳指导员嘛 然后这个名字的来由就是 骑士是一个什么来由 但是这个词会有保护的意思 所以说对于雪场的初学者 包括学员们 我们更多的是取到一种保护的作用 然后能够让大家积极的快乐的安全的滑雪 好吗 没有拉拉票 可以 你们拉个票吧 好不好 来 一二三 我真的爱滑雪 我在北大湖 好的 谢谢 那我不知道你们刚刚的这段表演 我们的评审老师满不满意 他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 几分啊 第一组雪地骑士 请亮牌 这么严格吗 7.2 好 我们看到评委老师的分数 8.5 8.8 7.6 7.5 7.8 7.2 6.2 6.1 好 所以我们第一组的最终得分是72分 恭喜你们 谢谢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开场 稍作休息 在我们的观战区来休息一下 好不好 看其他组你们对手 他们今天的表现 谢谢 确实第一个不好打 第一个不好打 对 我刚才打7.6 我觉得他创业上少了一点 另外他有失误 对 对 在创业的时候其实这是他的加本项 但是他把 离世 离世又采用太多了 对 你卡住不用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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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 请看大屏幕 好可爱 他们是来自吉林省滑雪队 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小小运动员 那么这次呢 他们带着教练 要我们乘上一道东北名菜 请欣赏鹅鹅鹅铁锅炖大鹅 这个好好拉票啊这个 对 这好可爱 跟你那个外星人差不多 好的 我们再次把视线转移到出发点 除了滑雪之外 一定要尝尝地道的东北菜 而铁锅炖大鹅 就是其中的代表菜之一了 虚然一下他们的表现 小朋友们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哎 他们做饭 哥呀来一份铁锅炖大鹅啊 好嘞 您的订单已接收 鲜肥的大鹅在前面扑腾的翅膀 后面紧跟着白菜 辣椒 豆浆 土豆 跑在最前的那只鹅小妹 看上去体型匀秤 肉质紧实 目测得有酒精重吧 身后的土豆弟弟 向前争着要与团宠鹅小妹贴贴 他们一起散发着不同的香味 交融果杂 已经分不清 哪是菜香 哪是肉香 连续的队形变换没有问题 队形交织之后啊 现在我们来看排成第一列的是大鹅 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冰天雪地当中 这些食材无比渴望一点点温暖 而不远处 一口热腾腾的大锅正在等待着他们 还有锅我的天哪 这是他们的创意吗 哎 他们快下锅了 看着火苗越呼越烈 浓汤翻滚 食材跳跃 鹅肉飘香之际 正是饼子焦香之时 看来菜品已经准备好了 大锅是已经就备了 大厨是牢牢地握住自己的大铲子 哎呦 哎呦 还有一个小彩蛋啊 这双大厨回来啊 铁锅炖大鹅 加了一勺这是百味之手咸盐 哎呦 这唱也可以啊 这个真的很可爱啊 这各位小食材精彩的表演 再加上大厨的一勺咸盐 这一锅铁锅炖小鹅 我刚学习东北词啊 这个味儿是不是够嫩叨的 碎花上菜喽 好欢迎我们特别可爱的小宝贝们 欢迎欢迎 来 这边来 来 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白鹅 你好 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呗 我叫颜希雅 今年11岁 滑雪两个月了 才两个月啊 那你也太棒了吧 我听说你们里面有一个叫美丽的小姑娘 不是这个吉林人 但是因为特别爱滑雪 然后就从家乡来到了这里进行训练 是谁啊 是你啊 美丽 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苏的 南方小鹅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在滑雪上 长大成为一个国家队的运动员 好棒 可以啊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你看你这么的热爱 有这么的有勇气 有想 不久的将来 你一定是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在很多世界赛场上可以看到的 那个最可爱的大白鹅 谢谢 谢谢美丽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组 《铁锅盾大鹅》 我们的评委老师给出的最后得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铁锅盾大鹅》 我觉得挺有巧思的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秀 《铁锅盾大鹅》又很可爱 创业也很好 《铁锅盾大鹅》 我觉得非常活力 他们穿得很创业 3 2 1 请亮牌 有打10分 然后有8分 9分 9分 9.2分 9.6分 8.8分 8.5分 8.8分 后面第二位8.2分 还有最后一位是8.6分 分数都很高 而且我还有写太可爱了 比心比心 那最终呢 我们第二组的最终得分是88.7分 恭喜你们 开不开心 开心 好 那么你们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观战区 来观战好不好 看看其他组的哥哥姐姐们 他们的表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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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我们比赛继续 第三组的参赛队伍非常值得介绍 他们在滑雪圈中一个是中流砥柱 我的梦想是真的每次都会出外台上 一个是冉冉星星 请欣赏张家豪王凯文带来的炫技表演 雪魂 邀请 来来飞扶来 我们看不着张家豪的了 张家豪想看一下 快点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雪魂 张家豪他本身挺厉害的小子 张家豪 我说 他一直参加大赛 来看到张家豪以及王凯文 今天的重磅第一波小高手要来了 一个是任然兴趣 一个是中流砥柱 两位都是全国冠军 直放 有好的雪魂 属于他们的秀技表演开始 现场的分贝 我觉得可能要波动起来了 而且今天张家豪和王凯文 他们将选择的是雪地公园赛道 也就是说有跳台 果然要去跳台 而今天张家豪是选择单板 而王凯文是选择的双板 哇 好笑啦 一雪道 哎 这个厉害 首先跳过来刺出一个漂亮的雪墙 哇 哇 一大一脚穿过雪墙 破风乘浪而来 接着到下一个跳台 哎呦 哇 哇 我甩 哇 哇 衔接管道的障碍态段 第一组障碍的环节 OK 我甩了 哇 吗 哇 哇 哇 化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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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组是正上外转一百八下 越来越难 慢慢地向终点滑过来 衔接连续的几个平地花式 做一个平地的三百六案 今天呢 其实有障碍挑战动作 又有平地花式动作 是展现了这一组血魂 两位全国冠军的技术水平 期待一下他们最终的得分 欢迎 欢迎你们 这个速度真的太快了 刚刚我看你们真的滑得特别好看 但我发现你们是这个一前一后滑的 小文一直都是跟着那个佳豪哥哥 对 为什么要一直跟着佳豪哥哥呢 因为她是我的偶像 因为她是我的偶像 然后我跟着她 我就会感觉我自己充满的信心 我感觉你好开心 对 说佳豪哥哥是你的偶像 你觉得她的身上哪些品质是最吸引你的 我觉得她永不远迈 然后努力的人是值得我学习的 我真的是从你们这个脸上的笑容 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个运动带给你们的快乐 两位血魂的呈现 喜欢吗大家 喜欢 酷不酷 好 刚刚的两组的一组是70多分 80多分 有没有压力看到他们的分数 其实我来更多的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动作展现给大家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至于能不能赢就放到第二位了 这是无欲无求吗 好的 血魂到底这一组能得到多少分数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 凯文好 就是她特别适合这种自由的东西 你自由地向往自由地去飞翔 当你在空中旋转起来的时候 接到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很稳的 所以她特别特别适合这样的运动 打满应该飞台子 就是你得跳跃 飞台子是没法改革 那技术性太强了 对 小猴挺厉害的 然后做了很多技巧 对 但是她说了八跳台是没清理 全是兵 所以她就没滑 321 请亮牌 好 那最终的血魂的得分是87.1分 恭喜 恭喜小猴的家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观战区来休息一下 看看其他队的表现 谢谢你们 7.5跟我走吗 是王猫呢 我感觉这个好像是王猫 好酷 你看人家的服装 帅啊 同学的风景 全同学们 真有股冰刀那感觉 直走人不缩血 慢 走他们不来 快点 你能下不 肖肖 我扶你吧 走吧 可以吗 我怕我们俩一起刷了 没事 可是这个有点陡 你就锁住就行了 你别放指板 来吧 咱还可以练习一下 别怕 摔不了 我肯定把你挡住 好 对 你就这样就针船来走 下来了 你看 下来了 可以 腰圈这个可以 你俩就这么怀气得了 你好 小白人 我是小白人 小白人 你的屁股怎么开了个洞 太胖了 还能买着这个白色的 我买着已经很不错 我已经沉烂了两件了 真的 看这个地方件 所以你衣服后面那针是沉烂了 不是 不是 好 我以为设计呢 你是导演吗 是的 辛苦了 来之前没想到会搞成小白人吧 我好像不在这儿 对 我好像是在这个蓝色这里 对 主要我一坐着 我就 气就瘪了 我得冲个气 我得冲个气 跳起来了 爱跳的 不会幸运 还是需要表现的 好可爱 来 注意队形 咱俩给他让地方 来 我们在绣的时候 我是担心蛮多的 如果要光了 你就不用够好 不会把板横下来去减速 那就会一路下去 然后速度飞快 诶 绝美 来吧 就是努力做到最好 这我对我们的剧情是有信心的 好了 帅 好 很懵但是不担心 比起上一次个人去带动团体 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有团队 好了 加油 我是觉得我自己心态很好 当什么心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第四支参赛队伍 他们今天的表演叫做 狼族与外星人皮片的事 有请我们的运动者联盟 来了 第四组 狼族与外星人皮片的事 即将开始 我 恶狼族 明日大婚后 将掌控整个狼族 我 为了心爱之人 都准备好了 要 嫁吗 她逃婚了 清国清城的灵国公主 在与恶狼族联姻最后关头 她 选择了逃婚 她不爱她 她 正冒着生命危险 追随真爱而去 她追来了 不可一世的恶狼族世子 带着两大金刚护卫 发誓 一定要抓回公主 你给我追 追她 他来了 正义狼族最年轻的统领 与公主青梅竹马的真爱之人 今天发誓要抢回公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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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别怕 别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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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跪下跪下 撒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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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没事 太远着呢 没事 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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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狮子为自己的摔倒 懊悔不已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们 逃得越来越远 终于 狼王与公主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狼狮子无法面对这一切 流下了眼泪 她出现了 一个收集人类眼泪 和爱的外太夫使者 目睹了这一切 狼狮子无法面对这种 他安慰了世子 玫瑰花也送到了有情人的手中 太空步 太空步 外星人 空中太空步 外星人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 收集到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眼泪和爱 然后离开了地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来 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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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这样一跳一跳的 来 牵一下手 来 1 2 3 厨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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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贼 적 真的 脑洞大海 你们在上面怎么样 我们在上面太狼狈了 我们刷了一下 真的 我那个帽子 那帽子得拿一下 球帽子去了 我的裙子都掉了 怎么办 我给你拿着 没事 把它脱 走吧 没事 头就是她 我是头 没事 我领了你 好的 谢谢我们的运动者联盟 带来了狼族与外星人 皮片的事 雨昕 真的 你太可爱了 雨昕 你还好吗 雨昕 你这个造型 必须要掰着脖子 你懂得 我头看着有点偏头痛 露气了 这是雨昕 她是美昕 先问一下萌姐 咱这个名是谁起的 这么长一串 这个我们先是想考验一下 那个主持人的功底 耳化音 对 我怕你不知道皮片 东北话皮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乱七八糟 对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故事就是 觉得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们既然在吉林的北大湖 我们就希望能跟这个当地的方言有点关系 所以我们叫 狼族与外星人皮片的事 就是乱七八糟的 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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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觉得 她脱了皮 她都不知道啥意思 萧萧就是我们的邻国公主 当她一出场那一瞬间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爵士的美貌 我是第一侍卫 我还有令牌 我们在保护的世子 虽然她可能是稍微菜了一点 但是我们也要跟随她 最后那个外星人的出现 只是让你感觉这个亮点出来了 外星人见证了地球上的人类 这一系列的复杂的眼泪和爱情的故事 最终还是圆满的 最重要的那个花 是雨昕和周阳他们两个自己做的 这是刚刚最后的那只花花是吗 对 昨天不长这样 昨天是什么样的 昨天比这个更好看一点 那多多少少还是这个 说最后的结尾是收集到了爱和感动 那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有没有感受到爱和诚意 能给面子了 我想问一下编剧是谁 因为我刚听完整个故事 我觉得有深情 有爱情 有浪漫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好笑和诡异 我 我就是客串了一下和那个秀导狼叔 让我们一起商讨了这个故事 然后让我们表演出来呢 尤其是我们滑雪的水平 其实也挺为难的 但是挺好看的 也不知道我们的云视团 对刚刚的这一段表演感觉怎么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评选团321请举牌 其实挺坦克的吧 因为确实是也有失误 我们的分应该能进前三 我觉得这分数肯定往上打 这个也得看就是创意 他们玩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评选团321 请举牌 9.1 9.3 8.9 9.1 9.5 8.3 9.2 加搞笑三个感叹号 8.1 8.3 8.5和外星人 好 这么高分 9.1 9.5 平均都是9点几分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最终得分是 88.3分 可以 恭喜我们的运动者联盟 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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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吗这个分数 就是多少感觉好像是有点 差点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就是在读懂了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自己还会重新打个分 好 再这么琢磨 好好 谢谢 谢谢萌姐 也谢谢我们的运动者联盟 来 我们的观战区休息一下 再想一想吧 来 再席子 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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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没带过我 西夏公主 龙姐 刚才她俩我真没认出来谁是谁 我们俩 对 他们俩 划得好点的是她 没有 就是扶你划的是姚山是吧 是她 小豪 你也没飞大本 他们说昨天修跳台 结果压车坏了没修 全是兵 我也是最轻我算了 我特意在那站着看你飞 没有 刚才看你推她飞向教练 是吗 真的 她真厉害 她就说 没事 那我推你 我说我朋友俩一起摔了 太假了 摔了 摔了赶紧跪尸地上撒雪 撒雪 我觉得我们的秀真的就是坎坷 那艰难了 是吗 没事 她去的位置不对吧 没有 没有 是谁 是谁 人在哪 人在哪 这哪 这哪 这是一个 融入了现场激性表演的一个秀 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一个创意满满 脑洞大开的爱情故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继续 第五组上场的选手呢 他是来自快递公司的一位快递小哥 他叫王磊 他要拿这个大箱子走 搞个这么样的创意 这小哥我还有事找他呢 我要把雪板优家 你帮我送一下 我也是找他 叫这个优雪板 他今天的表演叫做使命对答 邀请 叮咚 您有一份带曲包裹 从唐沙到吉林 好的使命必答 来看看王磊 能够看到 现在太阳是慢慢升起来了 而且BGM也响起来了 哦 他拿着快递下来的 是啊 对啊 先看王磊连续的画身 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 他穿的并不是非常的厚啊 一个标志的工作服务 好的 第二个波道 他将穿越花雪公园 花雪公园有非常多的组外在等待着他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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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箱的尺寸很大 它比重心的把动会更加的艰难 哦 哦 哦 刚才在幻任过程中险些摔倒 不过 他手上没有松下快递箱 这就是一名快递小哥的职责和担当 这是他连续通过的第四个波道 他因为拿那个重心都不对了 他这个风阻太大了 快递箱非常巨大 他幻任的时候重心不能特别的高 更多说我们来看啊 他幻任用膝盖或者用脚踝 来进行这种最小幅度的动作 哦 险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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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我没有新闻 没有人评论 要拼尽所有 不用和错 出él 拼尽战机 还乘风扑浪 可能不过有很多人 知道每一个快递小哥的名字 但是无名的英雄 四十四分带到的 快递小哥王磊 使命必打 他做到了 欢迎 欢迎王磊 你好 您的学班一送达 请您欠收 好感动啊 平方老师刚刚可以看到 我在途中摔了一跤 当然这个是刻意设计的 不是说那个异常情况 笑我们一跳 这个我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快递行业 或者说各行各业 在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会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发生 一些异常的天气 或者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就我们的 本职岗位而言 发生这些异常 我们需要去想尽办法解决 完成我们的使命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的主题 使命必打 谢谢 那不知道刚刚的这一个 使命必打的表演 有没有打动我们的评委老师呢 3 2 1 请亮牌 8.9 9.2 辛苦了 6.6 6.8 8.6 6.6 6.8 6.3 8.6 6.5 6点分 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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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99吧 王磊的最后得分是74.9分 谢谢 谢谢王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比赛继续 第六组上场的代表队呢 是来自吉林市滑雪协会的 一群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带来的表演是 《少年西游》 请看大屏幕 杠本罗在车后 回答你的僵尸 12岁的宗悟空 10岁的猪八戒 9岁的沙僧 以及7岁的唐僧啊 哎呀 太可爱了 到哪儿办完之后 快点脱板啊 别坐下脱板 蹲下咔咔就脱了 听不清楚 听见了 没有 这罗斯人啊 每个人各有特色 像唐僧雷金豪 最岛是玩单板的 从4岁开始滑 而孙东哲是本地人啊 吉林成春的 每年都会来滑雪 风丝汗啊 学滑雪两年时间 能够滑单板 所有的雪道都能滑 沙玉伯除了滑雪之外呢 还掌握了街舞的技能 我认为呢 这个东北孩子都应该会滑雪 可爱的小沙僧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吉林市滑雪协会带来的 《少年西游》 师傅 师傅 虫儿 你在这干啥呢 师傅快救救我 带我路在何方啊 我们先看到的是 小唐僧和小孙悟空 老孙来 史上最年轻的师徒四人即将上路 9981难的雪地图版本 我觉得是你没有玩过的成心本本 从五指山到高楼中再到流沙河 先是唐僧和悟空 非常帅气的出场 而且今天啊 咱们今天说过气温非常低 烈烈东风 把袈裟吹起来呢 倒也是有点帅气的 别有意乱风了 大字走了 八戒也出来了 我老猪还要回来呢 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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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戒肚蹄都吹飞了 而一定要提及的呢 还有冯思汗啊 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选手当中 竞争到猪八戒这个角色 和他标志性的这个招风玩都无关系 太可爱了 走了 多谢师父 好 亚当刘沙河之后呢 师徒四人是终于来了 当年啊 师徒四人合其一匹白龙马 你现在这么算 算是一拼车 现在一人一块雪板 这就是在雪地当中 每人一匹白龙马 这好可爱 好可爱 我就有种开喜游记的感觉 这样 八十斤段 太明讲了 八十一难 从字面意思 咱们就能发现这八十一难 还真的就是八十一难 绕桩 而且你看看他们这个滑行的次序 确实师父在前 大师兄姐姐喜好 一个都没乱 打他 大师老虽一放 这个分工算是还原的非常倒霉 打他 恐龙 把难给打掉 大师兄来斩销出波 跟他人一起打个招呼 我把他人打破了 把他人打破了 小拥 我把这棵子打破了 这棵子打破了 这棵子打破了 好 好的 我们欢迎历经了 9981难翻山越岭 来到我们身边的 吉林市滑雪协会的小朋友们 欢迎大家 这反了 这个八戒 明显反了 我跟你说 他绝对是八戒 我们这个组合当中 谁是老大 我 好 非常的自觉 你是老大 你凭什么是老大咯 因为我滑的时间最长 然后在我们四人当中 年龄也最大 好的 那个为什么这么喜欢滑雪 因为我出生在东北 然后这里有最好的雪场 然后这么多奥运冠军 也是都出生在东北 都是奥运冠军的摇篮 然后我想我也不能输给他们 说得好 非常棒 刚刚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 少年西游的表演 有没有吸引到我们的评委老师呢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3 2 1 请亮牌 分别是 9.5 9.0 8.7 7.3 8.4 8.5 9.0 8.2 9.5 9.2 9.5 9.2 所以我们的少年西游的最后得分是 87.3分 恭喜你 8.4 8.4 8.4 88.3 谢谢 快去我们的观战区休息一下 好不好 哥 过来 八戒 不是 沙僧 过来 你演错人物了 让我抱抱我的小八戒 小八戒 你沙僧 演错了 一会换衣服 你演错了 你放了这一句 接下来呢 我们第七组上场的 同样也是来自吉丁氏花学协会的老年组 让我们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表演 凌海雪园 邀请 杨志庆叔 前面那个应该是 第一个 前面那个 对 小鼻头都动透 刘组长 好好搓搓 你要搓搓 跟手搓搓 搓搓 这才是做什么 这是我这个是什么 你这是 我这也不错好不好 全员年纪过五十家的大书天团 其中呢 包括最高年龄六十岁刘庆 还有五十七岁的潘寿 五十岁的孟庆徐 五十二岁的钟继欣 以及五十九岁的宋克尘 车陵海 副学员 你们看 胡彪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来了 哈哈哈 我的好兄弟胡彪 三爷 三后 哪里套 他们来了 咱们撤 随我来 走 先是座山雕跟胡彪先行两位 后面的三元呢 是胡彪的战友 他们正在追捕座山雕的过程当中 本场表演的是有一点点竞速的意味 哇 第一次追起来好帅啊 行啊 那从咱们这个角度来看 旁边真的 就是一片一片的血缘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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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标作战鸟已经追捕了三位战友在越来越接近 快 他们追来了 快跑 走 还有一个拐弯的动手 胡彪和战山雕是瞬间摆开过来 害得是咱们好兄弟啊 哈哈哈 三后 就牵不上 还有 什么情况 就牵不上 他们都没有 鸭子 还不上 你一把 一把 所以是已经压好了吗 演完了吗 戏演完了吗 演完了 我听说 你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演出 特别的结束 是不是 阿联能不能用 东北的方言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结束 东北方言 谢谢 完事了 完事 叔叔 我知道 你们今天的表演是叫做 林海雪原 是不是 对 我听说你们还会唱两句 我们事前被排这个节目 我发挥吧 我发挥 相信一定能够完成重任 这件事关系的举足重任 非常的干脆利索 就像你们的滑雪动作一样 很漂亮 很流畅 那不知道刚刚我们的林海雪原 有没有走进评委老师的心 我们有请评选团 3 2 1 请让开 8.3 7.6 8.1 9.5 9.5 挺高 那他们林海雪原的最终得分是 82.4分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 庆祝 大伯 辛苦了 庆祝 我给你拉拉手了 要不你招呼一下 我说我跟你拉拉手 送给你了 我代表今天是花鞋会送给你了 好 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八组参赛选手 他们带来的表演叫做花鞋天团 有请 好的 第八组花鞋天团已经就去来自萨佛店 他们还是一个比较中清代的组合 而且一定要注意他们身上的这件花鞋 他们自己介绍也说有人喜欢二双玫瑰 他们身上这就是二双牡丹 在他们身上不管什么时候 永远是目光大盗 绝对能第一时间抓住各位的眼球 AKA学场目光收集者 最期待的一组 好的 黄小鞋天团来准备就绪 他们开场的是拧开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烟雾轨迹 他们已经出发 他们这是什么 他们怎么有烟 像他们的滑行就是带着尾燕的 更加的辛苦 边滑 边摇滑手 整活这么早就开始了 他们用高科技 之前在后场的时候 他们说我聊了一小时 说他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难度动作 这是他期待一下 好帅 顺利松 买车 有点浪 有点浪 在烟雾轨迹的加持之下 如果在平常的雪场当中 真的所有人都得拿出手机拍他们 拍他们 先是一个小回拳 找着一个漂亮的雪枪测出来 非常具有气势 他那种帅 帅 进入雪地公园选择正上 有难度 联系两个上杆 过杆正上斜下 之后是平稳地滑过 今天他们准备了两组人 一组在阳光大道上 我们来看就是偏左边 一直在做这个队形的变化 而右边能看到 就是挑战雪地公园的这一组 再过挑战 先见一个平稳的花式 这是第二组挑战 在雪地公园做滑行动作的队伍 来自花偶天团 而那边还有连续屏蔽花式的动作 不知不觉的花偶天团 已经慢慢地滑到了我们的面前 而他们跟我们说 不光有花偶 更重要的是有花活 欢迎我们的花偶天团 真的是有点花 我没想到这花偶还能花出这么多花花来 来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花偶的设计和滑雪服的设计和二维一 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创意呢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我们想做滑雪服的品牌 因为我们在东北 东北大画偶 我们从小都是被这个大花背给裹大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服饰特别的 就有感情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木呆 好 这是非常的有意思 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彩花偶 那我们这么可爱的花偶天团 有没有赢得我们评论老师的青睐呢 我们接下来3 2 1 请亮牌 5.2 9.7 9.8 10分 10分 9.9分 完了 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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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袖短裤是准备好了吗 如果我们进不了前三 我就穿着半截袖和短裤在雪地里狂奔 能想我们六个一起 我们现在第几 现在第2 现在第2 打完第3 我们的评论老师都很爱画 来 我们先问一下 第1排的戴蓝帽子的评论老师 为什么给到了10分 各位老师大家好 就是从最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参赛选手里 他们的表现让我觉得非常用心 他们的着装服装非常统一 非常的好看 极具东北特色 所以我给这个团队打分 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的 当然我们运动者联盟也很好 但是在技巧上的分数 就相对这一组来说 会差很多 所以我 PQ 好 谢谢一个非常全面的认可 最终我们花药天团的得分是94.7分 恭喜 孟姐 有没有一丝丝后悔力 冻成了高粮服的 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组 第9组的表演了 他们是来自变装俱乐部的 滑雪爱好者们 他们今天带来的表演是 《冰舞雪诗》 邀请 舞诗 孟姐真是 他这样滑 这个有点太厉害了 这就是那个迭着滑吗 对 这个好难滑 民间高手真是 但是这个要想配合起来 其实挺难的 对 是啊 所以分不会低 今天来做大轴的呢 是刚才提到的《冰舞雪诗》而带来表演的是MV聚乐部 之前知道《狮王争霸》有双师争绣球 今天呢绣球还赔球铜啊 单晚的小朋友将为两只熊石开朗 一红一黄 也不知道各位会披个哪只呢 打高点分 我觉得这个绝对能超过去他们 打高点分 孟姐 我跟你说 孟姐咱现在第三了已经 什么 咱现在已经第三了 你这个再打高点分 就已经就准备 那等会把那个孟姐多换两套 把电视关了好不好 眼耳盗铃把电视关了 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就不跟我们没关系了 对 播出那天再说 刚才呢上一组 《花药天团》是拿到了 唯一一组接近95分的高分啊 姐就看冰骨雪狮 能不能够去博得各位评委的欢心 完成超越了 好的 战鼓雷起 小朋友率先出犯 带着舅球向远处滑球 而两只醒尸呢正在加速 而且我们说 一般啊是两块板 但是因为两个人 合在熊尸的战袍之下 这四块板叠在一块啊 而这个狗啊 拿着绣球的小朋友 真的成了雪场当中的弄招儿 一片雪白当中的一点鲜红 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夺目 石头转向 石头现在正在向绣球靠近 双石相争啊 这个时候熊尸部退坡了 连续的交叉滑行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啊 这个身后的两只醒尸 是非常的难滑的 因为它们不仅要滑雪 而身后的人呢 甚至连看前面路径的可能性 都没有它们能做的 只是相信那个石头 哦呦 可以哦 碰艺很好 反正就是把我们那个文化呀 很多东西在雪场 这就是少年系熊师冰雪斩熊姿啊 好 好 好 想想五龙五狮只有在原来的这个古代时期 然后到现在的时候呢 发现还能在雪场出现也挺好的 欢迎 欢迎我们的大狮子和小狮子来到我们的现场 哇真的是太可爱了 是南方的熊狮来到了北方的雪山 那今天的这个表演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想到说把我们这个南北融合 然后把这个变装的创意和滑雪的技巧融合的 因为滑雪 这个五狮滑雪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这属于世界首创 然后结合着南方的文化和北方的雪 让全国人都爱上滑雪 是这样的 那对今天的表现满意吗 我觉得可以 九十分以上就可以了 九十分以上 口气不小啊 还有小狮子 你好 你好 你几岁了今年 六岁 六岁 那你滑雪滑了多久了 两年 两年啊 两年啊 那个你喜欢滑雪吗 挺喜欢的 这小朋友真是露个脸啊 有什么目标没有啊 我长大要变成像王猛一样单板大魔王 好 好 好 可以 好的 小狮子未来可期 那刚刚我们说 这一组的预期值是至少九十分 至少九十分 至少九十分 不知道我们评委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三二一 请举牌 天员老师给出的分数 八点九 八点五 七点八 九点三 九点六 八点八 八点三 八点五 所以这一组的最后的分是八十三点九分 恭喜 双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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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不用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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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三名了 出来好开心 拿了季军 好开心 分出来的时候 瞬间身体就暖和了 你三秒 你三秒 不冷了 不冷了 這裡是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區 經過了一上午的激烈角逐 我們九支參賽隊伍 都完美地呈現了自己的參賽作品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頒獎環節 首先我們要頒出的是 運動者聯盟滑雪表演大賽的季軍 他們就是 運動者聯盟 恭喜 我們有請運動者聯盟上臺領獎 運動者聯盟以88.3分的成績 用作品狼族與外星人皮片的事 獲得了我們的滑雪表演大賽的季軍 好 我們有請方佩晨老師 以及馬克龍 為我們的運動者聯盟維國 來進行頒獎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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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外星人的头位大了点 谢谢 呀 谢谢 我的头位也大呀 哎呀 挺凉啊 舌头 接上去就挺没事 过程的关键是我们这个整个的故事线 故事是很好看的 在学场当中 它是一项像表演 像演剧一样 去在学场呈现出来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创意嘛 有点回想起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拉起手 然后一起鞠躬 跟大家喊我们的口号 就觉得一下子燃起来了 好的 谢谢方教授 也谢谢麦克龙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搬出的是 我们本次滑雪表演大赛的亚军 他们是鹅鹅鹅 铁锅 盾大鹅 高兴 我们的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们 他们最终的是 是以88.7分获得了我们大赛的亚军 我们有请徐天佑教练和车敏 为我们的小朋友和教练们来颁奖 小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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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阿姨给你们打了吗 能带你去吗 小窝 我就铁锅盾的 谢谢 谢谢二位评审 小宝贝 获得了亚军开不开心 然后获奖感言分享一下 我感觉你是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是 小宝贝 还是开心 好可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搬出的就是我们本次滑雪表演大赛的冠军 他们就是获得94.7分的花袄天团 小宝贝 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创意 且技巧很足 热爱滑雪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滑雪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自由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猫 萌姐以及周扬 有请二位来我们的冠军进行颁奖 我们是带着季军的铜牌 然后跟你们搬奖 我们是带着季军的铜牌 我也带着奖牌来搬奖 我也带着奖牌来搬奖 对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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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恭喜 千万别拿舌头铁 能粘上 谢谢帮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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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恭喜 也谢谢 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来 我们有请贝来做个这么主动 就是首先感谢就是大家就是这么冷的天 然后在这一直就是陪伴我们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比较自由的一个队伍 就像我们刚才滑 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特意的去怎么滑 但我们就是要自由的把它滑了就好了 对 然后那个我们也有口号 然后我们一起喊一个吧 好 好吧 好 花好天团 好 谢谢 再次恭喜我们的花好天团 谢谢你们 真的是我们冰天雪莉莉 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其实呢今天我们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经过了自己非常精心的编排和几天刻苦的训练为我们带来了大家在冰上的表演 他们对滑雪运动的热爱也让我们觉得深深的感动 那么今天的最后呢其实我们的运动者联盟们还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准备了特殊的礼物 是不是萌姐 是 是 在这我们给小朋友们送过来好不好 我们联盟队的队员们 这是我们准备了一些拼图 开发一下自己的大脑和智慧 真的特别可爱 每个图画都不一样 是我们这个意志类的拼图 谢谢萌姐 谢谢 来 美丽 谢谢 谢谢 我可以要成宝吗 成宝是这个吗 谢谢 拿到这个拼图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开心吗 开心 那你觉得拿到这个拼图更开心呢 还是拿到这个奖牌更开心呢 那我选两个都行吗 好了 我知道了 小朋友的世界也不做选择 都要 好 说一点走心呢 感谢运动者联盟这个节目 感谢那个 正是感谢大家 所有人都很辛苦 然后还有我们的秀导 对于这个节目的整个编排 然后我觉得其实滑雪 是一件非常 让人感受到大自然 然后非常热情的 热血的一件事情 虽然是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 但是滑下来的时候 感觉还是很暖的 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运动 然后呢 运动让大家都快乐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来一个吧 好 好 记得我们的口号 好 哪里有我们 一 一 二 三 哪里有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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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更版 走吧兄弟们 怎么了 还有个按门 我们可以滴血 大家 妈呀 1、2、3 这很隆重啊 这个 我们来泡酒 还有茶呢 哎 没事 哇 左脚真痛 脚直动 怎么火烂烂的 差不多四下半小时 你可以用一点活血的药 如果你觉得还这么舒服 上午预愿继续看 哇 腿好酸 我昨天差点头抛球 太疼 我得抛一个 哎呀 我又可以滑雪了现在 哇 好舒服 你给我来个橘子呗 这呢 对 哈哈 你烫吗 还行 能接受吗 你身体可能是确实不是很好 嗯 我觉得再来个几度都没问题 对 我觉得好像冰了有点 真的假的 真的 放酒没感觉了有点 咱们一会泡泡酒 玩点游戏 我们搞一搞我们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我开始都是这样的 几瓶 一瓶 两瓶 不说 哎 我知道了 我都我都已经我都已经明白了 不愿我把这游戏破了 来 你再来一个 几瓶 两瓶 为什么呢 哈哈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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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吧 太有局 太遥远了我们 对 我们几个离得有点远 近一点 没事 我们先玩一个啥 小明 小明 小明是什么 听他讲 小明 有一天出门 走着 走着 小明摔倒了 小明摔倒了吗 小明摔倒了 对 凭什么 你再来 我想想 搁这走不行吗 可以 你能搁膊上走吗 小明就喜欢走钢丝吗 小明就喜欢走钢丝吗 小明有一天 走着 来泡脚 小明烫到脚 然后摔倒了 小明摔倒了吗 没摔倒 小明摔倒了 小明隔着走 在烫脚 是不是你的手在地上 就是没摔倒起来 就是摔倒了 肯定没那么简单 他就是那句摔倒了 摔倒了 摔倒了 摔倒了吗 但是摔倒了和摔倒了吗 那你再来一个摔倒的 你再来摔倒的 小力有一天穿高跟鞋 小力摔倒了 小力摔倒了吗 小力摔倒了 摔倒了 摔倒了 是啊 他说都说了是摔倒的 再来一个不摔倒的 来 小力有一天 走着崴脚了 摔倒了 小力摔倒了吗 没有 因为他没走路 不是 因为他没有说小力摔倒了 Bingo 他一定要说小力摔倒了 对 我来一下 小力走着 摔倒了 小力摔倒了 小力摔倒了吗 小力摔倒了 小力走着 摔倒了 小力摔倒了吗 小力没有摔倒 就是小力摔倒了和摔倒了这个区别 刘雨昕在这一趴环节当中很好 我以为我的脑洞很大 碰到他之后我发现我小怕菜 毕竟外星人来着 所以他当外星人那个角色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 感觉好真的回到了找到了真我 挺好玩的 确实是 这些角色当中真的咱们今天所有的表演要让你重新选一次的话你想选哪个 不换 先进都不换这角色 不换 就是除了他还能有漏气之外其他还挺优秀的 炸线了最后 试纸爱吃要你重新写一次的话 你是不是想当狼王了是吧 我想要外星人 来跟我一起 你觉得除了公众你才能演啥 外星人 都想来外星人 太开心了 确实大家都不喜欢露脸 不露脸确实是 对 不放松 对 你要换角色你换吗 换穿武师那个 谁呀 怎么还跳到别人家去了 你怎么换对手那去了呢 你怎么换对手那去了呢 我这招 再想其他游戏的 How many hosts give me answer 再来一个 打扶克不得有点气势 气势来了 绿色加二 加四绿色 我这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的那个玩法 海贵汤 我们在一起看好玩 挺舒服的 运动者联盟就是大家几个人吧 就是你发现从第一期的录制 然后到现在大家就会默契越来越足 在联盟这里呢就是你会发现所有人 虽然是有些人第一次认识 或者有些人第二次认识 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好像认识了很久 你带走 你带走 太帮笑了 你带走 你好呀外型人 是你啊 我没事 你真有劲 哇 气负最不大的 哪里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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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自然就能得到运动当中 欢迎运动者联盟来到第三站赛事名城运动成都 你们好 黄河闻 国家一级乒乓球运动人 这个可以 这可以 咱们一对鱼球型 人间高手把人的水平测试出 这边得翻 剪一下手机 雨晴说你放心 我这条腿不用 这是操网吧 还有杀伤力 你不要演 好球 漂亮 马上要死掉了 漂亮 好拽 最强的两位 还有一位专业的学生来教我们 老师好 老师好 有没有很惊喜 有很惊喜 对着我 不得对摄像机吗 认真点 老认真了 这个是霸王领 那你不行 你还没到这水平呢 发球会不会 会 我都接不着 好难啊 不要怕这个球 这个球怎么能失误呢 我可能一个都拉不上吧 本节目由芒果TV咪咕视频联合自制 狂风呼啸过我耳边 烈火炊炼着那荣耀 云尘中 一副笑 有少的你们时常跟我说起那些梦想 那模样跟从前不服输的我也没两样 在现实面前 在世界之巅 都一样 他想向世界宣告 或许是跌倒 或许防御 或许是失望 魔力和波浊 容越振越强 每次矛盾在起航 简直是颠覆的教练 突破极限 就是你生命中不妥协 再见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上微博曾与运动者联盟话题讨论 分享你看完节目后的感受吧 关注芒果TV官方微博 解锁更多精彩综艺 首席合作新的媒体 新浪新闻 热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谈新社 新闻客户端 Zacker 深度短视频合作 快手特别合作 讯飞输入法 致连招聘百度App 百度App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Logo 苗董百科世界 如此简单 感谢合作媒体 美图秀秀的大力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